可是咬他的那只不知道是什么狗 如果万一那只是疯狗的话 到时候就麻烦了 这个儿子实在坑爹 没事去踢路边的野狗 结果却惹得他咬了自己的父亲 恰好时珍和螃蟹刚从太医院出来 就对伤口进行了紧急处理 由于被咬之人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严守府 所以整个太医院都非常重视 螃蟹出了一份治疗狂犬病的药方 可是珍却担心那是条疯狗 普通的药方根本不能用 这时门外突然传来狗叫声 吓得院使连连后退 赵新冠前两天在街上被狗咬伤 吃了太医开的药以为没事 哪知道今天开始神志不清 还发疯咬人 所以我们绑他来太医院来求医 时珍断定他是狂犬病发作 便问了咬他那只狗的特征 结果却和咬了严守府的狗一模一样 而且所开的药方也完全相同 院使的一双手开始止不住颤抖 因为这意味着严守府很可能会无药可救 但为了应付差事 院使还是让人先按这个药方抓药 赶忙给严守府送过去 可还没过多久 严守府就把他们都叫了过来 他得知同样被咬的那个刑官已经死了 就开始担心起自己的安危 你明知那些药无效 还敢拿了同样的药 你是不是想让本官封毒入地 发狂而死 院使赶忙解释称药方的疗效是因人而异的 而且这已经是治疗狂犬病最好的方子了 然而严守府的儿子却还是不依不饶 要将他们全都拉出去处斩 吓得院使当即跪倒在地 严守府此时又唱起红脸 本来你们犯的错误 足以质以重品 但是本官也知道 若我给你们太大压力 会令太医院人心惶惶 难以研制出凉荒 与其是这 倒不如给你们一次机会 将攻赎队 让你们尽快 找到医治狂蠢症的药方 时珍想到了老家的一种偏方 用班折和咬人疯狗的肉作药 但却没什么事实依据 其实葛红的找后背疾方里也有提及过 可以用咬人的那只狗的脑髓来做药 其他人纷纷提出质疑 可时珍却表示狗之所以变成疯狗 是因为它并无脑髓 而人被咬伤后就感染了这种病毒 所以才会表现得像一条疯狗 众人对时珍的说法表示赞同 况且如今也没有其他办法 只能是死马当活马医 于是时珍就带人抓住了那条疯狗 取其脑髓做成药 附在了严守府的伤口上 这完全是在用自己的性命做堵住 但好在时珍堵赢了 经过多次换药之后 严守府的伤口逐渐恢复 也没有出现狂犬病的症状 过了两天就彻底痊愈了 严守府想要赏赐时珍 可他却又提起重修本草钢物仪式 谁知严守府却变了脸 但是皇上最关心的就是炼制不死药之事 除非你本草药书是论述这一方面 我看皇上不会将你的意愿放在心里 时珍文言也只能告退 可他不知道自己将会因此惹上大火 这天时珍上山去采药 却无意间发现一群宫女正在采药 周围还有很多人看守 其中一位宫女想要逃走 却被侍卫们抓了回来 我宁愿死 我也不想再过这样的生活了 怎么你真的宁愿死吗 那好 今天就送你去治药房 不要 我不治啊 不要